菲律宾青阳演派菜式联谊总会 庆祝贾城中秋佳节 颁发全非菜式教师和校长奖励金 即该会优秀生奖学金 2024年9月21号下午7时 菲律宾青阳演派菜式联谊总会 在即位于济顺市的会所一楼大礼堂 举办庆祝贾城中秋佳节 会员及眷属联欢晚宴 市外场面热闹 气氛温馨 联欢晚宴首先由蔡建立会长致欢迎词 他指出 这是该会成立以来 首次举办中秋联欢佳节 即颁发全非菜式校长和老师的奖励金 及本会优秀学生的奖学金的大型晚宴 共有74位菜式校长和老师 及28位该会优秀生获奖 菲律宾华教中心黄端明主席 应邀上台致辞 他对该会举办颁发全非菜式校长和老师奖励金 及优秀生奖学金的善举做出肯定和赞赏 他表示 菲律宾青阳菜式演派联谊总会的这一善举 确实值得大力推广与效仿 菲律宾乔中学院菜艺术副校长应邀上台致辞 优秀生代表蔡雅玲同学也上台发表过奖感言 晚宴上的宗亲们一边享用美味的佳肴 一边也没忘记给辛勤耕耘的老师们 优秀生获得者 华教中心老师们 及大展歌喉的宗亲们 抱以热烈的掌声和祝福 该会领导还上台给予会者祝酒致谢 最为精彩和热闹的室友常务副会长蔡智阳 接下来主持的智头子薄饼游戏 高教生此起彼伏 整个会场热气腾腾 直到晚上十点多 大家才首提蔡敬礼会长所赠送的精美月饼离开 联欢晚宴由秘书长蔡敬点和蔡庆宇主持 出席联欢晚会的领导友会长蔡建立 荣誉会长蔡永达 执行副会长蔡少荣及夫人秀凤 常务副会长蔡沁汉 常务副会长蔡智阳 常务副会长蔡赌盛 常务副会长蔡智永 常务副会长蔡敦良 常务副会长蔡青海 副会长蔡文海 副会长蔡绍华 副会长蔡永宝 副会长蔡天将 副会长蔡天涯 副会长蔡景洪 副会长蔡伟智 副会长蔡崇庚 副会长蔡奇米 及全体理事 宗长和眷属 共300多人 非中新闻台综合报道 副会长蔡 discussions 但并很感激 target wa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